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作出了那么多故事和人物 画了这么多年的漫画 创作了这么多角色 死到里头 也只有你们陪伴我了 这是死去的感觉吗 似乎不是那么难受 好像还有一点舒服 为什么我的思维越来越清晰了 这是哪里 醒 醒了 你是谁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老板娘 老板娘 他醒了 他醒了 老板娘 怎么感觉很 还是很虚弱 但身体的状况 好像比之前好一些了 我不是死了吗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上 这是 风 风四娘 主上 主上 你终于醒了 我们 漫画里的角色 奴家 都等您半年了 他 他不是漫画里的角色吗 怎么 会出现在这里 属下失礼了 四娘刚刚失态了 请主上恕罪 刚刚允丫头来告诉奴家时 奴家是真的不敢相信 等等 他 叫我主上 他们如果知道主上醒过来 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他们 他们是谁 你马上就能见到了 阿明 主上醒了 主上真的醒了 阿明 漫画里的 吸血鬼角色 阿明 放肆 还不拜见主上 参见主上 你又闹什么别扭呢 主上我们走 不理他 四娘 阿明他 他就这死人脾气 咱们去前面见见大伙 怎么回事 方四娘 阿明 都是我和合作伙伴们 一起创作的漫画里的角色 他们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 是我穿医院了 主上 好 主上 您终于醒了 您终于醒了 小三子给您请安了 这么热闹 看来今天可以提前开饭了 主上 主上 您终于醒了 他们是 瞎子呗 和梁城 没错了 来到这个世界的 不止我一个 还有在最后 人就陪伴着我呢 我和同伴们 一起创作出来的 王王们 吃饭都别叭嘴嘴行吗 这可是在主上的面前 四娘 算了算了 来 让我们共同举杯 祝贺主上苏醒 从今天开始 我们大家就有主心骨了 又是主上 又是主心骨的 他们这是要把角色扮演 进行到底吗 你们 本该是 桀骜不驯的性格才对吧 强大到 足以毁天灭地的魔王 为何要对我这个普通人 如此卑躬屈膝 不瞒主上 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后 都变成了 和您一样的普通人 什么 难怪 他们会折服在这小小的客栈中 不过这样也好 我还真没有能力 驾驭全盛时期的他们 我还真没有能力 驾驭全盛时期的他们 说起来 我 四娘 魔丸呢 他应该也来这里了吧 还请主上稍等 努家这就带他过来 风四娘他们 都是合作伙伴创作的角色 唯独魔丸 是我独立创作的角色 如果他在这里的话 我心里 能踏实很多 主上 主上 魔丸就在这里 当初 他说自己没有肉身 不需要吃饭喝水 所以 就把自己封印在这块石头里了 什么 话说 你们知不知道 这里是个什么地方吗 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日也不长 暂时落脚在这虎头城 经营客栈 通过接待往来的商队 收集情报 并等待您的苏醒 可谁知道 这倒霉地方是个什么燕国边境 满足的前线 需要定期征召冰丁和劳印 大军即将出征 朝廷争劳役 为前军输送粮草 你们客栈也在侧 必须出人 赶紧的 退散祖寺 耽误了军情 小心落子的道夫认人 薛小卫 我们只是老师本分的生意人 哪懂什么打打杀杀的 你以为这事是做买卖 还能讨价还价吗 谢你们月底前 到城外军营那里点到 为者 斩 我们实在愚钝 不知该如何打算 是离开虎头城 再寻他处落脚 还是服从命令 前往军营 希望主上 能替大伙做出决断 真不知道 中午的那顿饭 是喜尘酒 还是鸿门烟 莫婉 我现在已经醒了 你还不愿意现身吗 这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也是啊 比起四娘他们的虚与尾仪 和新兴作态 这才是你们对我真实的态度吧 一醒来就要面对难题 让我决断 这其实就是在试探我的态度 留在我身边 还是各里山头 估计都取决于 我给他们的打赋吧 阿明 你的手 还是让四娘来包扎一下吧 不用管他 我是吸血鬼 这个伤口最慢三天也就愈合了 但我们现在都没有力量吧 还是先处理一下 不必 就算没有力量 我恢复起来也比你们快 好吧 那我替你把酒送去前厅 阿明 主上 有时间吗 我们聊聊 你不坐 早 好吧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 犯您了 也不打听一下 我只负责酿酒 那谁会知道 瞎子吧 他天天在门口坐着 不是 你们到了新地方 居然不收集这里的信息 玩过游戏的都知道 开市也有多重要 何况 我们是穿越过来的 没必要 因为你还昏迷着 主上 你没必要害怕我们 害怕 什么 的确 我们瞧不起你 很瞧不起 但我们不会抛下你 在你昏迷的时候 我们没有抛下你 现在你醒来了 我们也不会抛下你 这是你这个吸血鬼 真总该说的话吗 拿错剧本了吧 他们抛弃了我们 但你没有 甚至让我们的故事 得以延续 所以 我们是不会抛弃你的 瞎子知道的多一些 你可以去问问他 看来 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漫画里的人物 所以 才会认我为主吧 阿明 等等 谢谢了 不用 我的伤口 愈合了 上回说的 火地成为斗宗强者 习得斗骑化马 转瞬之间 便与敌人大战了三千回合 战场横跨百里 斗宗强者 真是 恐怖如四 喜欢把人拒掉一劫的薛三 居然当起了书书人 要是被以前的读者看到了 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 还有 漫画中的风四年 在不同时代和城市里 都开不清了 现在这家 恐怕是最落魄的吧 这个世界 真的是个 普通世界吗 虽然各方势力割据并不稳定 不过这个世界很普通 最起码 这半年我碰到的都是普通人 你看那马 那是普通世界有的 我瞎 主上 人都到齐了 关于我们接下来该走哪一条路 还请主上试下 与其混之等死 还不如进入军营 闯出一条路来 主上 不再考虑一下 不用了 都死过一回的人了 在这个世界过的每一天 对于我来说都是赚的 最喜欢玩的就是自己 因为这样能让我兴奋 更恐怕 是通过这种方式 去让自己 领会那种氛围 在这个世界里 除了你们 我没什么好牵挂的了 所以 与其选择混之等死下去 还不如 招点有意思的事情去做 如果玩完了 就当是游戏结束 投避的既然是自己 也就没什么好后悔的了 好 属下明白了 既然主上决定参军 必要的准备不能少 学三 在 去衙门顺点军情回来 速度要快 好嘞 阿丽 找个商队混进去 观察下有没有适合 我们落脚的地方 知道了 寻成校尉的妻子 一直苦于无子 曾在我这里算过一挂 明日我给她送点浮水过去 至于客栈这里 四娘 之前看好的那条大鱼 可以下钩了 行行行 死瞎子 主上才刚行 你这布置 倒像是早就计划好了 似的 替主上做事 自然是越早做准备越好 阳成 你和阿明负责帮四娘 别出了什么意外 果然 安分守己 不是他们的天性 只是在等待着我的苏喜 等我效力 阿明 现在 我还可以帮什么忙吗 其实 主上 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 主上 有所不知 今晚这条大鱼 点子很硬 应该是什么 大家族的公司 身边带着一个随从 或者说 更像是保镖 据说他这几天 在城中各种惹事 却没人找他麻烦 越是有身份的人 随从实力 可能就越强 绝不能让四娘他们 有什么闪失 随从越是厉害 越是说明了目标的价值 何况 四娘都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 主上如果真想帮忙的话 主上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帮忙送酒 等会儿 砸了就跑 好 主上你见机行事 不要太勉强 毕竟 主上的安危 不容有事 阳城这事 在关心我 美人 本少爷来了 公子别这么猴急嘛 龙家给你看了东西 公子 我美吗 美 美得很 本公子 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事物 这边还有好多条呢 公子若是喜欢 龙家 就一件一件地换给您看 这条如何 好看 那这条呢 没急了 那就让龙家来好好侍奉公子 四娘 那我就不客气咯 谁 这位大哥 这是我们虎头城出名的胡姑酒 我不喝 客官误会了 这是我们掌柜吩咐送进去给王公子的 是我们公子要的 是 是啊 进去吧 冲啊 冲啊 别着急嘛 公子 四娘 龙家这就 长鸣 得手了 他 他不会死了吧 我有分寸 不好 冲啊算了 龙风小小 糟了 竟然没砸晕他 糟了 竟然没砸晕他 主上 还有土雾 死吧 两者小心 修士 子侍 啊 暖光 这是内力 还是断气 这则是真的抓到大人了 可是这条大人 好像是人 公子 公子你没事吧 酒里穿了什么 夜景 好痛 云险 阿明 阿明 你们到底是谁 阿明 你没事 难道 这是 吸射鬼的能力 它恢复能力了 这种熟悉的感觉 你来了 阿明恢复力量了 那岂不是说 我们有希望了 阿明 你的能力是什么时候恢复的 昨天 恢复的原因是什么 大概是因为 主上醒了吧 因为主上 看来恢复能力的方法 和主上有关 我只要待在主上身边 就也可以 四娘 你这是 主上 既然鱼儿已经抓住了 就让奴家 先带您到一旁歇息吧 接下来的拷问和审讯 就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你怎么又躺在棺材里 这对你的恢复有加成吗 没有 但我的生活需要仪式感 你来干嘛 明知故问 主上对你做了什么 让你的能力得以恢复 嗯 我想想 我告诉主上 虽然他很弱 但我们不会抛弃他 力量的恢复 可能与他对我们的任何有关 他醒了 可能我们之间存在的某种契约关系 就被激活了 或许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 去获得主上的承认 原来如此 你怎么来了 探望啊 这次出了意外 是我思虑不周 是你的失误 但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 只有这样的世界 才能让我们兴奋 你们继续聊 我去审问一下那个公子哥 阿明 你可真不厚道 说好一起装矜持 你却偷偷舔出了头 我去找主上 主上现在在洗澡 你去给他搓背 我等他洗完 这么心急吗 你是满足了 当然不心急 先帮我把棺材盖盖上 我要休息 滚 滚 主上 那根舌头 您要一起审讯吗 哦 过了 还是你去吧 我等结果就好 是 主上 那属下告退了 没想到 没想到 生平第一次生日 第一次看到那种情景 我却一顶不最难 或者 这 才是我的本心吧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来到这个世界后 最明显的变化 大概是我变得更能睡了吧 谁 主上 梁城 你怎么在这里 人吓人吓死人 何况你可是货真价实的僵尸啊 瞎子那边的审讯结束了 没有 你的伤还好吗 小事情 主上 你打算洗澡需要浴桶 不是 主上 呃 那你有什么事 呃 那你有什么事 我 不用为难 有什么事 尽管跟我说说 虽然我什么都做不了 虽然我什么都做不了 但当一个清天者 还是可以的 主上 下一次 你不要伤钱了 我 知道了 我相信你 这哥们 大晚上忽然说这么情真意切的话 啊 我先去看看审讯的怎么样 你 先自便吧 啊 太羞耻了 这种感觉是 主上 昨日审讯的情报出来了 嗯 你说吧 主上 我从点到面慢慢地说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叫骨头城 属于燕国的北风郡 是燕国与蛮族厮杀的北方前线 不过 蛮族王庭衰落后 燕国和蛮族间已经近百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 一方面 是因为蛮族部落内部分光灵溪 无法退却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黄 则是因为黄 权 禁三国的崛起 使得燕国不得不把防御重心向中原偏离 除去一些富庸小国 当今天下 燕 禁 楚 钱 各举一方 四国鼎立吗 那个世界有修士 有魔法 有斗气 也有武处 都以九品来分等级 九为末 一为尊 而昨天主上杀的那个护卫 连九品都算不上 虽然是被写烂花烂两个彻底 但真实体会过后 还真让我有些兴奋 主上 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 一 探寻回去的方法 二 留在这里 这个世界那么有趣 我当然选择留下来 既然主上决定了 我们马上兵分两路 一路进入军营 一路以虎头成为核心发展自己的势力 好 我没其他意见 你的规划做得非常好 主上英明 你这马匹派的 太生硬了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你尽管跟我说 虽然我 属下需要的 是来自主上的信任 我很信任你 不 主上你没有 你很聪明 我信任你 不 主上你没有 我 属下 多谢主上的信任 哦 我是不是该和这个奇怪的瞎子 保持一点距离 我舔完了 你们继续 谁在哪儿 主上 这是在座沙盘吗 主上 主上 是瞎子吩咐我做的 咱接下来要在虎头城站稳脚跟 把战略沙盘搞上 也是为了以后方便 好 好 谢谢主上 谢谢主上 这孩子 辛苦了 你继续忙 我去其他地方看看 这是属下应该做的 太好了 我的能力总算恢复了 我就知道主上一定会经过这里 从昨天起 四名 梁成 瞎子都变得怪怪的 倒是薛三还和平时一样 不过 我似乎也觉得该怎么和他们相处 那是 薛三的笑声 糟了 主上 你没事吧